是,來,郭東大哥 馬英九今天到國民黨中常會去演講蔣經國 是2018年國民黨最大的笑話 我怎麼講最沒資格去講蔣經國就是馬英九 蔣經國在世的時候口口聲聲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結果你馬英九是九二共識,一中各一中 騙我們各表 到今天你還越來越統越來越中去了 你怎麼有夠資格在那裡談蔣經國呢 不過1月13號是蔣經國逝世30週年 不但是蔣經國,宋楚瑜主席 在12號也要有新書發表會 叫蔣經國秘書報告 他是打的,我是蔣經國秘書 他們在搶這個正統 誰才是真正蔣經國的這個傳人 所以我是覺得馬英九做出這個笑話 我不知道是馬辦去安排這個演講 還是真的國民黨的中常會說 我們請馬英九來,來談蔣經國 我不知道,如果2018年的選舉,吳敦議主席 你真的要再打馬英九這張牌 我跟你保證,你輸得哭就沒了 連統派媒體都用一個小社論在講 這次勞計法的修正,國民黨是趴在地上 仍然趴在那裡,你看連你們自己的報紙都趴在地上 怎麼會這個時候請馬英九 那馬英九到底是說他存在感 還是去哪裡取暖,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一直很擔心,很害怕 說真的過年之後,真的就起訴了 那時候怎麼辦 那現在國民黨要營造說 我們全力來伸延馬英九 不能讓他各個突破 馬英九一旦垮下去,骨牌效益 我們國民黨所有官員都會全部倒下去 你不是真的瘋了 國民黨真的已經搞到今天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好笑 時代力量出來道歉 含著眼淚 國民黨出來道歉 含著眼淚 今天讓我感動的是賴清德院長出來跟大家講話 社會成本付出這麼巨大 搞得這樣子 現在終於把它定案了 要往前走了 我在這裡也勸台灣的所有大企業、大財團、老闆們 以及很辛苦的中小企業老闆們 為了這個勞計畫 已經這麼努力、這麼拼命的 把它付出三賭了 請你們以後共體時間 將心比心 大家來一起團結一下吧 我們今天只一直在談勞團 從沒有看到這些中小企業這些大老闆們 對這個修法 現在已經修好了 請大家是不是要遵循一下 不要再 不要再像以前這樣子 各自為了 跟繞到半天 我今天早上讀這個報紙 真的感慨 以一個老媒體人來看 自由時報今天的社論 等於是各政黨的愧對選民 各自愧對選民 共同耽誤台灣 他特別提到的是你們持續不斷內耗的同時 對 你們忽略了對外 對 台灣政府所面臨非常險峻的情勢 1503那個已經等親民打火到現在 我們各政黨 到底我們坐下來 大家談一下 現在面對這麼為難的局勢了 國際現實 這麼緊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大家共體時間來談一些這些問題呢 不能再這樣耗下去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苦口薄心說 然後計劃已經三讀通過了 大家共體時間 雖然這個法定了 裡面還有很多後遺留下來 剛剛小金你提出來了 台中地方法院法警工會的發言人 簡家達提出來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哪句話 留下來一個影子 法官再加上班可以領職班費 對 可是法警呢 但是 他不行 有兩個難點小金 我必須要解釋給觀眾了解 不然他會誤會說 蛤 法官 檢察官 還有他們什麼時薪只有七十塊 六十塊變七十塊 那個不是加班費 那個叫做值班費 像不像我們 值班啦 薪水以外還給你一個值班費 所以七十塊比公讀孫都還少 那這個是什麼辦法呢 是台灣高等法院 對法官以及司法人員的 值班的定了一個時事要點 自己聽的 不是法律自己聽說 你們值班給你們七十塊錢 那現在法警在鬧得失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辦法一出來以後 地方法院的法官檢察官 比照辦理 這個法警就叫做不對 高等法院的法官 也許說沒有即時的案子 他在家裡 不管執勤也好 做家事也好 給他領這個七十塊 因為案子比較少 真的有案子打電話給他 他會出來 因為高等法院是二審嘛 可是地方法院不是啊 地方法院的法官檢察官 你不能躲在家裡啊 因為那個經常案子不斷 然後移送過來 然後又報驗 什麼一大堆 你們要躲在家裡 那不是集體共同貪污嗎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歷史公業 他要的是這個東西 沒想到地方法院把它駁回說 你的要求不合理 他現在向保訓會去申請護益 所以我們才鬧出來 我剛好在勞基法三途通過的時候 突然我們發現 還有一群人 根本跟這個都扯不上了 那怎麼辦啊 人數不少耶 除了法警以外 很多各界各行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部分 你漏掉的 但是我還是強調 大家共體時間 現在可以 該坐下來面對外面的局勢 不是還在這裡內耗耗到 大家都已經攤在那裡了 是 燈塔下 是不是最為黑暗 而選舉效應嗎 包括勞基法的修法 來自於國民黨的大動作 這種暗海戰略還是時代力量 被認為大暴走 完全都是可以拿到 九百萬勞工的權益嗎 但是法警的票數不夠 所以沒有人替他發聲嗎 馬英九今天在國民黨的中常會 這個談話 包括可能跟馬家軍會在一起 那羅恩怎麼看 那個我想那個 卸任的主席到中常會 去做例行性的報告 那個是早就有了一個慣例了 只是說至於說 你今天你說好 那個馬家軍啊 要那個在選舉裡面贏啊 甚至於說 我們喊說要重回執政啊 那你也是要展現你一個在野黨 你如何的來讓民眾說 認為說你的在野黨所提出的政策 還有你在野黨的做法 會比執政黨還要好 那才能夠得到人民的信賴嘛 那比如說你以勞計法的 這一次的修法來講嘛 我們都知道嘛 當時勞計法要修法 主要是怕避免那個勞工的過勞嘛 還有一個就是勞工的那個 潛意的問題嘛 那事實上就很怪啊 其實包括勞團 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國民黨 雖然我是身為國民黨黨員 可是我一直很仔細的在看任何 每一個委員的提案 我真的坦白講 我看不出喔 他們真的反對的重點 重心在哪裡 比如說你就好過勞 以過勞來講 那過勞的話 你說到底那個中間間間隔 到底是11個小時還是8小時 其實這個早就有一個規定 早就本來就有規定 只是說不敢實施 為什麼不敢實施 因為有那種三班輪班制的嘛 那怕說你 你假如真的是給它間隔11個小時的話 那有些行業是三班輪班制的話 人家怎麼去調配嘛 那還有像目前台灣的經濟狀況 都是以服務業為主嘛 那服務業為主的話 它所做的那些彈性的工時 一定要放寬嘛 比如說我們說以旅遊業來講 我們每家團或是到歐美團 一去就是12天或14天 那請問你能派兩個導遊去嗎 那或者說你的一個領隊去的時候 就說我做了七天 我六天了 我要休息了 第七天我不帶你們嗎 可以嗎 那假如你派兩個的話 是不是成本要增加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一定要提出修法出來 那時代力量就很怪喔 時代力量說我為了避免 他也說我避免勞工過勞 那他提出了一個修正版本是說 好我也同意你可以八個小時 可是你只要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立法院同意就可以了 那就很怪啊 那你既然你同意八個小時 那難道報請主管機關同意 報請立法院同意以後 就沒有過勞的問題嗎 只要他們同意就沒有過勞問題了 所以真的講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選舉沒有錯 大家都很重視 那你要累積你的一個 選舉的一個本錢 跟你的成本的話 大家就在看說 你到底你能夠替這些老百姓做什麼嘛 那以前當然都是政黨惡党 在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也是一樣啊 給你弄了 喔那個提了四五百案 那大家為反對而反對 為那個就是為了哎呀 民主政治手術服從多數 多數民要修法 那現在國民黨是這樣 他們真的要一類一修嗎 你們反對同時 一類修比較好嗎 為什麼現在就是說 大家民間都沒有支持 時代力量 包括勞團 包括國民黨 因為支持修法的人比較多嘛 包括我也講過 我是支持 我也是支持修法的 因為我是會計師嘛 我來自很多的工商界 中小企業嘛 因為台灣的中小企業 佔我們的企業百分之95嘛 根本做不下去嘛 那你難道說 你對這些中小企業 其實國民黨以前 是靠中小企業支持耶 靠中小階級支持的 那你這次你在反對什麼 所以你假如說 你反對的理由 失之無門的話 你當然沒有辦法得到 民眾的認同嘛 所以你才會弄得 那個灰頭土臉的嘛 那尤其是現在 我們現在面臨 面臨的很多 很多的一個窘境嘛 包括大家在談到說 那個503 那現在是說 連那個新加坡航空公司 連那個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你看以南北韓來講的話 今天 他們為什麼會坐上談判桌 南韓 對南韓來講 南韓的背後 也是有很強力的美國 美國在支撐它啊 那美國實施什麼 經濟制裁啊 那個那個 包括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 聯合國的制裁 所以物資不到 不讓它進到那個北韓 那我們的籌碼是什麼 對 那我們籌碼是什麼 比如說當初 菲律賓 菲律賓那個打 那個用槍打我們的遺傳的時候 我們可以制裁啊 因為真的我們強勢啊 我可以限制你 我不要讓你飛勞到我台灣來 我可以限制台灣 不要到菲律賓去旅遊 因為你這個兩個相比較之下 是菲律賓損傷最大啊 他的外勞不能來 他的我們的這邊不去 他那邊觀光旅遊的話 損失的是菲律賓啊 那你今天相對的來講 你說大家說好 我來減少航班 我我你減少航班 那航現在雖需要兩岸直航 航班是誰 是大部分我們台商啊 那我們的航空公司承受得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這個你一定是要來談嘛 那南北韓那他能談 那他不跟你談啊 南北韓 韓的過程當中 金正安有設前提嗎 沒有吧 就談了吧 現在我們跟中國 中國設一個一中的前提 那怎麼談啊 那這個這個可以看到就說 看到什麼 南韓他自己知道說 我也不能靠你美國啊 是 我不能靠你美國啊 我還是要自己談啊 那我們現在如何跟中國大陸之間 的這個僵局 譬如說當然中國大陸他很阿拔 他阿拔也不現在才阿拔 他從以前就很霸 對不對 你包括你說馬英九時代 或任何任何任何時代 對 對 有問一個大家共同問你 你的行動方案在哪裡 我們看南北韓破兵會當中 那全球矚目 兩邊的焦點真的是南遠北側 大家看到你們的破兵 也想到 那我們台灣呢 台灣什麼時候可以坐上談判桌 來看看 在我們傳回來最新畫面裡頭 因為南韓試圖 就核武問題展開協商 不過當場遭到的北韓 這是北韓祖國統一委員長李善權 當場回嗆了 整場的會議可以說是 全部被北韓牽著鼻子走 就連南韓總統文在寅呢 就在今天 他今天一大早在這個青瓦台 進行他第一場新年的演說當中 也對北韓放低姿態 讓觀察者都說 哇兩韓的後續會談 恐怕會讓金正恩呢 與取與求 所以這些會談是個緩兵之計嗎 可是看到破兵之後 想想台灣 我們何時可以坐上談判桌呢 楊老師幫我們進行解析 來看這個大現場 南美韓肩並肩握手也歡 還大陣仗開放媒體見證 表面上一片祥和 但關起門來是咄咄逼人 當媒體離開 會談正式開始 南韓代表團長趙明君 打開天窗說亮話 提東奧合作 北韓李善權一一接受 趙明君眼見氣氛正好 畫風一轉 提出南北韓李善家屬再相聚 沒想到李善權打了回票 趙明君不死心 再提無核話 被李善權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 當場拒絕 軍人出身的李善權不改搶那風格 會後直接對著記者開罵 而南韓媒體一再放大的西海軍事熱線 宛如金正恩放下身段之舉 但外界推測 北韓是為了平昌東奧代表團 陸陸訪談需要才願意開通 文在寅新年新希望 人要北韓放下核武 然而南北韓理念宛如兩條平行線 如此下去外界不禁想問 板門店一會是揭開和平 還是預告一場更大的風暴來襲 這條新聞李善權打了 好 不適合任何的前提 南北韓可以在板門店來破冰 但是呢 我們什麼時候 跟中國可以坐上談判處的進行 談判呢 在這個特殊形勢當中呢 姚老師從1月7號 國安的高層會議裡頭 有賴清德 嚴德發 吳釗燮總統府秘書長 陸委會 交通部 國防部 外交部 三天之後 蔡英文總統呢 被認為向相關國家喊話 這是不是台灣單方面責任 區域內各方都必須 一起來努力的目標 向美國喊話嗎 重點是因應這個險局的情勢 我們的行動方案到底是什麼 來 楊老師 我到現在並不知道 如果這是國安會議 幕僚們所做的這些回應 內容我覺得 國安會議必須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理由很簡單 我認為兩邊的談判呢 就像北韓一樣 我先講503 沒有籌碼 千萬不能喊價 今天你已經用了兩次 用了兩次比較高調的口氣 來要求503 應該要求協商 可是中國完全沒有回應 你跟IQ的這個要求 也沒有回應 因此 你所有的主張 你手上並沒有籌碼 你今天有籌碼 應該就要打出來了 沒有籌碼去喊價 只會傷了自己的尊嚴 第二 喊了價又不實現 那是更危險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你要自付代價的意思說 我們已經有一些措施 讓對方他必須要跟我們來談判 可是顯然 我們最主要的籌碼 是掌握在美國手上 不管美國跟我們在軍事交流上 在軍艦靠岸上 甚至於飛機降臨上 降落上等等等等 都是大部分都是美國的手上 甚至於剛剛所說的 我們在澎湖 駐紮定期的飛航 這個都是我們的軍機 可以在503邊邊上 來做定期的軍事的演練 也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為什麼這次北韓資料那麼高 幾乎完全被北韓 牽著鼻子走 他直接了當地講 我們這次談判 沒有無核半島的問題 是 完全沒有 換句話說我們這次談 就是很簡單 我們要來參加 表達我們的善意 平常東奧我們來的就這樣子 沒錯 至於說你們的要求 我連聽都不要聽見 你的要求是表達我們半島的和平 我不要再核子試爆 我也不要再做飛彈的試射 這些都跟這次談判無關 北韓做北韓的 南韓有求於北韓的事情 太明顯的曝光 這談判最大的機會 北韓他做上談判說 他的要求很簡單 他知道我只要來 你就很高興了 我只要來 你就可以感覺到有和平 可是我至於說 有沒有和平 有沒有核子試爆 有沒有飛彈試射 是我自己決定 跟你沒關 我不會跟你談 換句話說南韓的談判的需求 被掌握在北韓手裡 當然就會被北韓的談判策略牵著鼻子走啊 兩岸也是如此做思考的 503的問題 中國他需要做什麼 中國很簡單是針對台灣的政治 希望你軟化九二共識 希望你軟化要上談判中接受一個中國 軟化你改變現狀 因為我片面就先改變 讓你維持現狀的政治無法維持 台灣就必須要有動作 對於已經改變了現狀要嘗試扭轉 要不然就要有更大的現狀的改變 讓那個現狀比你原來的現狀更穩定 就是跟美國更多的更多的合作 所以在你還沒有做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向社會說明白 說我們努力在這個方向 你不能夠說一副 就是我們可以好像考慮限制班次 我們可以考慮對於雙方的同行 我們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而完全沒有落實 北韓看得出來這項破冰談話好像寸土不讓 但是對於台灣來講 這是北韓的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的委員長李善權 我國擁有氫彈、核彈跟洲際彈道飛彈 只瞄準美國而非同胞也非中國或俄羅斯 你們南韓媒體大肆報導 這一次南韓會談將討論無核話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大做文章 你看到李善權這麼嗆瞎坐在他對面的 南韓統一部的長官他是誰呢 趙明君 但是趙明君一再強調 停止造成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敵對行動 建議趕快召開軍事會談 防止可能發生衝突 盡早落實非核化跟和平對話 可是呢 清華台的記者會文在寅他說 只要時機成熟 隨時可以進行首腦會談 隨時可以會見金正恩 問題是在會談之後 對於南韓總統文在寅來講 你換得了是什麼 是和平的曙光 還是新和暴風暴 才剛剛登場了 來休息片刻 馬上回答我們先 我認為馬前主席在經國現在的訓導之下 醫生當中非常輕 不可能涉及三種任何的黑法問題 所以馬上馬前主席啊 是不是告訴我們一些你我們所不知的事情 謝謝 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來 你對聽過先生的懷念啊 我們大家都有同感 至於這個三種任問題啊 實際上在民國96年 最高法院檢查處特徵組就開始偵辦 一直偵辦到103年 在7月底 他偵結 簽結 然後在8月4號發布新聞 簡單的講 他查不到任何犯的證據 具體的講 所謂的賤賣 他們認為並不存在 所以這個案子實際上 當時我們認為已經結案了 那為什麼現在又起來了呢 我們初步的了解是 有人去告我 說我欠佔黨產 他是一種告法 簡單官就作為 你這個依據呢 就把什麼東西都查 這三種都查 三種都是黨產的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並不知道 他們還有其他什麼 特別的證據 但至少呢 在103年8月4號 最高檢查特徵組 所發布的新聞稿 說得很清楚 並沒有任何犯罪的證據 特別是關於中市的部分 這個華相公司 這個出賣公司的股票 也沒有任何賤賣錢 這是特徵組 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所以到底真相如何 我們只有請這個北檢來告訴我們 這些坊間啊 或者是北檢提出的這些疑問 能夠做得非常明白的 惡要的說明 我們相信馬前總統 是應該是遵循金國先生的 這種連能而有效力的作風 他是金國先生的門生 我們相信馬先生 一定會依照金國先生的 做人做事的風格 我們相信你 我們熱烈的鼓掌 謝謝 觀眾朋友晚安 我們要問你追蹤的是 台大校長的當選人 她也是台灣大哥大的讀董 她是管中民 跟這個臨選委員 富邦金控的董事長蔡明星 中間因為有設立到利益的關係 這到底有沒有可能 因為沒有利益迴避 導致於才剛剛在上週五 才當選的台大校長 會當選無效嗎 還是說可能會重選嗎 因為各界在追查 管中民還有多少相關 讀董的未報彈的同時呢 竟然出現這個最新發展 來今天持續邀請到 在我的左手邊 那有蘇紫雲博士來到我們現場 包括前時報出關總編輯 國動大哥 前國民黨立法院羅書磊 以及國會觀察基金本島上姚立民老師 前警察大學葉玉蘭老師 還有師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台大 其實天下雜誌 畫面當中你看到她曾經說 管中民參選台大校長時得到的關鍵票 是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星 還有廣達電腦總經理梁四正 原大期貨的總經理的周曉玲 三個企業票才能夠在最後以12票 贏過對手的9票 那麼在上週五的臨選出 管中民跌破不少台大校園內外人士的眼鏡 管中民當選台大校長以來 各界的聲音兩極 有媒體質疑管中民身為 台灣大哥大的獨董 富邦金控的董事長 台灣大哥大副董事長蔡明星 則是台大臨選委員會的委員 似乎沒有遵守利益迴避的原則 來 這個事情應該怎麼看呢 來 葉老師 其實台大校長領選的那天 我在我臉書上面 我貼了一篇貼文 因為裡面有一個是我的高中同學 我也不敢幫他拉票 但是又很怕會影響到他 但是我當時我就說我對於 對於這個台大的校長 我是有期待的 因為他不是只有一校之長 他帶領的是台灣的整個 學術發展的希望 所以我當時也提了幾個 我也希望他要有國際觀 要能夠愛學生 然後也要能夠遠離政治 不要有任何政治的欲望 所以管爺這個當選的時候 我就覺得趕快我把它刪掉了 為什麼我刪掉了 我覺得我不知道這個台大的 這個整個領選的過程 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我必須承 管爺是一個很有魅力 對年輕人來講 他是一個非典型的學者 爺兒們不管 你看這個講起來多帥 那這種可能就很容易 去抓到年輕人的心 當然也有人 也有人就批評這個說 管爺不是 他是文化大學畢業的 當年像當年 台大跟文化是一頭一尾 我個人倒是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的門戶之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管爺是可以 讓學生 讓年輕的孩子們看到 哇 只要我努力 我文化的學識 我也可以當到台大的校長 但是我覺得剛剛小君所提的 小君所提的這個 在整個領選委員裡面 有的人跟他是有利害關係的 比如說這個蔡明星先生 他管爺又是他的 整個企業體的一個 獨立董事 我覺得 在組成這個整個領選委員上面 我覺得這個本身就已經是 違反了一個 我們最起碼的 他合不合 就是他的組織的合法性 就是程序正義 能不能固守 小君子 雖然我跟葉宜蘭教授是好朋友 但是他剛剛有些話 我實在不能認同 管爺如果這麼有氣迫 年輕人這麼喜歡 你去選警嘛 你選縣市長 你去選總統嘛 把票投給你 你是在教育界 所謂世代夫無恥就是國恥 不僅是台大修辱 連整個教育界都修辱 不是他什麼 他是產官協一個 轉來轉去 讓人家看不起的一個官員 你主管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跟企業大財團經常交好 你今天這些企業大財團票投給你 你當台大校長 你不是覺得 你沒有涉及到利益迴避 而且你鑽了這種旋轉門的空子 你還能配在教育界嗎 你今天要當讀董 當董事長 我們都沒話講 反正產官協就是這樣賺嘛 你做你的生意 跟你這些好朋友混在一起嘛 但是你在一個國家最高學服 台灣大學 你當校長 你讓台大學生 將來我們是不是要走這樣的路 我們將來去產官協混一下 我們將來有出席嗎 我就覺得這個 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他 雖然他有他的學問 雖然有他做官的氣魄 但是跟教育是兩回事 你今天是利用什麼關係 你當選的 你必須要交代清楚 不能說 我當選我眼珠子也要掉下來 先前台灣校長的眼珠子也掉下來 怎麼會一回事啊 難怪有大學教授出來寫文章了 楊貫慈不過是論文被掛名 就已經道德責任 我不要再言論了 你今天已經涉及到這些 甚至違法了 如果有人去打官司告你的話 說你涉嫌這個沒有利益迴避 你違法 那你台大校長整天要跑法院 那學生怎麼辦 台灣大學幾千個教授 你們到現在還沉默無聲 教育界的毀敗 就在這裡 你們沒有當知識分子 該站出來攻擊這件事情 大家點點怕什麼 你們不知道被怎麼樣 被砍掉嗎 是什麼樣的利益關係 所謂副邦金控的董事長 台灣大哥大的副董事長 蔡明欣 因為他本身是台大領選委員會的委員 那管忠明又是台灣大哥大的獨董 所以我在想 這個領選委員在聘選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問題 是陳偉招要負最大責任 剛才葉老師在講這個領選 就是陳偉招去弄出來 剛剛提到說管忠明說 他應該他很想回學術界 因為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台灣的學生 對老師比較尊敬 可是當他從政以後 他就從雲端調到環城 甚至也調到第一 也就是說學生對他都已經不尊敬了 那也就是說你在當老師的時候是一套 所以你從政的時候講的又是一套 所以大家都對他的看法 坦白講 他的整個以前在學校裡面 學生對他的看法 跟他從政以後對他的看法 那個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他講 他以前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那個經濟委員會 對吧 大家認為說 你身為一個台灣經濟的 一個經濟政策的一個主導者 那你沒有把台灣的經濟政策做好的話 所以你薪水 年終獎金不應該你那麼多 所以那時候我們經濟委員會 要把他年終獎金砍掉的時候 他講什麼話 他說他做爺們的 不會在乎這一些 做爺們的不會在乎這一些 那他當時那個GDP 他對那個GDP跟那個失業力的一個 當時一估 他說我們的GDP跟失業力 會做成一個黃金交叉 那後來沒有 後來後來整個人 他一側輸入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說那個學生在學期出的時候 一側 他會第一名 可是後來沒有第一名 難道你要把他的腿打斷嗎 就是說他的延遲上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很狂傲的人 那我們要講他今天的這一個 那個台大的這個聯險制度 其實是陳偉昭建立的 那大家也對於那個陳偉昭 校長的這個 那個校長的那個聯險制度 其實有所批評 他當時他講那個 21位聯險委員裡面 他其中有12位是說外部委員 那外部委員裡面 他找了三位企業界的人士 那這一次大家很清楚 這一次管中明他之所以能夠 當選是因為這個三個企業界 全部都投他嘛 所以他是來自於企業界的支持 有富邦經理 聯大騎過 對等於是 那大家所爭議就是富邦經控嘛 因為他當過那個台灣大哥大的那個獨董 其實台灣對於這個獨董的設計 其實這個本來是抄襲國外的 可是我們現在獨董的制度真的是 已經沒有辦法來出選他真的是一個監督的一個機制嘛 因為台灣會設獨董是因為說上市櫃公司 對不起柔委我幫你打斷 今天我們不討論獨董 獨董合理不合理那是另外的 今天你要跟我們評論的你看法 你管中明你憑什麼當台大小孩 不是 我要先講 不是 我要先講 沒有 我要先講 但是他現在說有可能在追查他還有多少 也不是說沒有關係 他有多少相關 他獨有是合法的嗎 不是啦 我要講多少獨董的位報暗 我現在是要講說獨董跟公司之間的瓜葛有多深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利益回屁 為什麼要利益回屁 所以你幹嘛拿到我的話題 對啊 我都還沒講你幹嘛那麼那麼那麼 大家都知道獨董是做什麼 不是啊 熱身的案子 陳文健引起名 你什麼 因為我們當時設計師要他來監督嘛 我們會不知道獨董幹什麼嗎 可是你獨董你是讓誰 讓董事長等於讓企業主來選嘛 那企業主一定會去挑跟他最親近的嘛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政府的很多官員 退休以後都跑去企業界當獨董嘛 我們以前都會認為說 獨董是不是都是只有那個財經那個首長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經濟部的部長 退休以後都跑到哪裡去 都跑到遠東集團去啊 對不對 什麼研製大學啊 去當那個什麼教授嘛 那你今天就說 那管庄明跟蔡明是怎麼樣的關係 那管庄明他既然是 他到台灣大哥大去獨董 其實我們知道獨董有些年薪都上千萬啊 以前獨董去當獨董 一家公司獨董 世界先進 對啊 等於是一千萬啊 所以後來大家認為說 他來當行政院長很委屈嘛 那個千萬沒有那個 那他本來他就跟公司 有很深的一個利益糾葛在嘛 尤其是他跟那個蔡明欣的關係 一定好到不能再好 那這樣的話你怎麼可能會操然獨立嘛 所以他在臨險的時候 你當然蔡明欣你要利益迴避嘛 因為他等於是當初你跟那個管庄明 等於蔡明欣跟管庄明 他們當時在台灣大哥大的時候 他們是屬於生命共同體嘛 那你既然你是這樣深的關係在的話 你怎麼可能在那個台大校長臨險的時候 蔡明欣沒有利益迴避嘛 他一定要迴避的嘛 不然他這一票也要算無效票嘛 他不能參與投票嘛 他自己應該知道他應該要迴避 那陳偉招也不應該選他出來 所以管庄明言可說起來 他實在是沒什麼錯 是不是 而且你今天是這個制度的問題 你今天制度 那他到底有沒有設計說 其實我當時我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台大校長的臨險 你一定要放三個企業界的人進來 他們監款 對啊 不是啊 那你監管 監管 校友 然後大樓裡面 大樓在裡面啊 不是啊 校友也不 我是說校友你也不應該 像你看我們來講 我是東吳的那個傑出校友啊 可是我們也沒有去介入人家 所以蔡明星包括廣達的梁刺鎮跟元大騎貨 周小林是台大的校友 對 那重點是呢 楊老師 周一部承不承認這樣的結果 真的有可能到最後有重選的機會嗎 看他有沒有辦法不大 你說機會不大 所以周一部會認定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 就算其中有某假做讀懂的利益迴避 他也是當選嘛 對 因為其他兩個企業界的人也是投了他的票嘛 那兩個就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當然認為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可是他不影響結果 更重要的是 其實大家這麼在意這個台大校長 在我一個學術界出身的人來看 其實就觀念上的問題 就是以為做台大校長是做官 做大官 做學術的官位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對校長的一個認知 所以為什麼大家積極盈盈盈的設法把它送進去 就是因為本來校長的目的是服務教授 服務學生 服務校務 爭取預算這些概念 他又不是在那個地方去享受權力的 所以 可是在從這個角度上 他既然是專回到學術界做校長 他應該當然要 現在就要辭掉讀懂了 他不能監讀懂 雖然教授是可以監讀懂的 可是 可是 可是校長監讀懂是非常非常不恰當的 因為這個是 這個時候就有利益衝突的問題了 我個人覺得 因為校長是一個名 究竟是一個 是一個懸殊的行政主管 然後那個讀懂要剛才 羅委員已經講得很清楚 要負法律責任的 在對那個公司的許多作為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後 他應該要把他這個讀懂職務給辭掉 他才是恰當的 是 來這個方老師你的觀察呢 其實老師很多 你覺得 不會構成要重選的可能性 因為他現在這個還要報教育部 但教育部當然 部長可以勾選 但是你如果不勾選管中民 那不是就變成好像是民進黨 又要是搞綠色打壓了嗎 是不是 所以這個我覺得教育部不勾他也很難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管中民他其實 台大校長選舉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由台大的 校務會議代表來選 那時候有173個人 管中民是獲得 就不同意是第二高 有61票 可是他是有爭議的 因為 61票不推薦 對不推薦 就是說其實大家會覺得 第二個他是 他還是國民黨的官員 他到今天 他當選完之後他退出政黨活動 然後他是國民黨的官員 還到部長 對不對 國發會的主委等等 那他的政治色彩本來就很濃厚 所以我覺得說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有爭議性的 那加上台大 我必須要講 過去以來 不是工學院 就是醫學院當校長 陳偉昭也是醫學院 這個楊潘池也是醫學院 為什麼 因為台大醫院是台灣的醫學龍頭 那醫學在醫學院 在台大的預算也是最多的 因為他 那勾在的工學院 所以很難有所謂的什麼法學院 或者什麼這個所謂的社科院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都很難 那 國文學院 國文學院更不要講了 我真是有候選人 因為現在大學很強調是募款 那你醫學院你要募款很容易 你工學院要募款很容易 你到足科去募款 所以這次的確讓大家跌破眼鏡是在說 管中銘除了他是文化大學畢業之外 見他的背景 社科 他是社科院經濟系 這是很有趣的 這也是三個所謂的校友裡面 有兩個是跟經濟有關 金融有關 一個就是富邦 蔡明欣跟經濟有關 一個就是袁大齊或者總經理周曉玲 那很有趣就是說 為什麼台大的校友這麼多領域 為什麼就兩個都是跟經濟有關的 所以讓大家有點質疑說 那為什麼不是醫學院的 你可以找醫生啊 醫院院長那台大一大堆啊 你為什麼不能找農學院的 或者你可以找其他 為什麼兩個都集中在金融這一塊 那是不是就對了 對管中銘就特別的有利 但我不是說他跟管中銘跟這兩個人 有什麼密切關係 但證明他是跟富邦的這個 蔡明信是有這些關係 小君這有一點像 我們政府在有一些 委託案要投標的時候 你的這個 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對 就有點維標的性質 對 維標的性質 對 而且第二階段是最關鍵 就是21個 就是說你這個第一階段 台大校務會議通過 要進去你第二階段 就是我們的臨選委員 21個裡面 那我們看到9個是校內的 12個是校外的 對 那剛好他的結果就是管中銘 12票最9票 那大家都認為那3票 校友或校外的 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等於他們3個人都倒向廣中銘 所以這就也不禁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廣中銘以前在當什麼 當官的時候 當部長的時候 跟這些企業界的關係 就很密切 或者是說他本身 因為我剛剛講過 兩個是跟金融有關的 那廣中銘跟金融關係也很密切 所以這不免讓人家去質疑他的瑕疵 就是合法性的問題 但是正當性 正當性是有 會有些瑕疵 對 那我認為以台大這個 醫學院跟工學院的這些教授 可能 他們問不爽 咽不下這口氣 對 所以他們可能會 會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 所以這件事情會不會 就管說你是不是真的能夠 如期的這個負責 因為他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 利益迴避的問題 對 那如果你在立法院一定會要 鬧出一個大風波出來 是 所以教育部會不會圈選 會不會認定這樣的結果 我看到明報今天這個報導裡頭 就是指指 如果台大校長當選人 台灣大哥大的獨懂管爺 跟林選委員 不光經控的董事長 蔡明星涉嫌沒有利益迴避的話 他覺得那怎麼辦 當選無效嗎 會重選嗎 到底有說到獨懂的一個未報彈 好 從這個報導裡頭 衍生出來是 獨立董事在大企業內 所不管龐大的金錢利益的分配 跟獲得等等 管爺擔任獨懂 涉及本身跟他人 金錢利益的分配與獲得 在台大校長 臨選投票中 被臨選者 台灣大哥大的獨懂管爺 與富邦金控 臨選委員 雙方面均為利益迴避 雙方互惠互利 形同買賣 他特別舉什麼例子呢 他說前校長楊潘池 而最近因為共同作者涉及論文造假 雖然楊潘池本身論文部分經查 並未造假 不少教授學生也仍然支持他 但他仍然自願負起道德責任 只當一任而不訓認 所以他說管爺擔任相關的企業獨懂 如果涉及到他人自己的分配金錢利益的問題 沒有利益迴避 不僅有道德問題 還涉嫌違法 當選無效 應該要重選 好 這是這篇的報導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所關系的 在國內許多的事物在翻滾當中 蔡英文總統 我們知道說她在昨天面對這個海外的團體 特別對這個iCare組織到底怎麼去因應 M503已經啟動了 他似乎在區域的相關國家喊話 不要認為這個責任是台灣而已 當然在內外交迫當中 現在民進黨中常會 他也針對勞基法在昨天 幾乎全面性遭到這一種升高抗爭 來自於時代力量 跟國民黨今天終於三度通過之後 身為黨主席他 今天他特別希望紛爭 可不可以就此為止 他也說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兩度修改勞基法造成社會的不安 行政院長賴清德已經表達過歉意了 身為執政團隊的領導者 我也要向國人同胞表達我誠摯的謝意 同時他也感謝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非常辛苦的警察同仁 非常辛苦的警察同仁 但是我想請教這個蘇博士 在這樣我們剛看到國際的情勢當中 南北韓在破冰之旅當中 究竟台灣什麼時候可以坐上談判桌 可是南韓總統文在寅 在迎接這個歷史性以後 接下來迎接的究竟是和平的曙光 還是新和風暴再度再起呢 來這個蘇博士怎麼看 是我想我很喜歡邱吉爾的一句話 就是投在老虎的嘴巴裡面 還要跟老虎講道理嗎 那從南北韓這次會談來看 很清楚的是北韓贏的和子 南韓贏的面子 就是說兩年前這個停止的朝鮮的會談 那在元旦的時候 金正恩先是大聲的嗆聲說 我在桌上有和按鈕和 那川普說我的病理大顆 那瞬間48小時不到1月3號 那個熱線電話響了 就是北韓打過來說 我想跟你會談 那就開始談奧運問題等等等等的 那當然就是說兩岸的話 我想如果說沒有在設前提的情況下 可以再回到那個談判桌的話 我想是一個最理性的狀態 也是大家所樂見的 那503的問題其實它目前所跑的 還是國內航線為主 這些國際航空它是其實是 飛往中國國內的程式的 那正正的國際航線是台灣的B-576航線 就是說目前中共它用 所謂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來譴置所有的飛航器的問題 所有的民航機經過這個部分 都要交飛航報告給中共的民航局 是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最重要的籌碼 還是說我們要自立自強 就是邱希爾給我們很好的啟示 就是我們不是靠美國 不是依靠美國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國防的一些實力 那當然美國是我們的盟友 那目前算是台灣 第二個戰略機遇期 第一次是小布希時代 八項勳購 2001年的時候 那現在川普政府 在2017年上台之後 就是目前2018年算是 我們第二次的戰略機遇期 軍售上在小英總統上來之後 有哪些重大的突破 目前就看起來就是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說給我們一些積極防衛的武器 在以往就是都是被動防衛的武器為主 那這一次很特別的就是說很清楚就是 有反輻射飛彈 還有其他的一些比較積極防禦的那個系統 包括那個魚雷等等的 就是說讓我們的潛艦可以發揮更實質的效果 那也就是說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不對稱的戰力 來防護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我相信就是說從軍售的角度來看 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7000億美金 等相當21兆的台幣 是我們國家預算的10倍 一個不是我們國家預算的10倍 它不會像有些人誤以為就是說 為了賺台灣這些軍售的錢 不是 它只是純粹要維持 就是讓我們有機會維持台海的平衡 讓我們的民主自由這個價值 就是可以跟世界接軌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在認為 中國對我們軍事頻頻的大動作 在反制或是在騷擾台灣的同時 小英政府上來許多新政策 就是挑戰中美關係 來 國中大哥這邊補充 小英 我認為南北韓這次會長 當然是給台灣做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但是有很多不一樣喔 為什麼 南北韓它是兩個主權獨立國家 在聯合國都有席位喔 兩個國家裡面人民都認同他們自己的國家喔 他們可以坐下來談 不會矮了一劫喔 我們現在很糟糕耶 我們在自己國家裡面就已經分歧 聲音就已經不一樣了 你怎麼坐下來去跟他談判 M503我不認為小英總統是軟弱無人 為什麼這樣講啊 今天我們要譴責的是你的治國團隊 尤其是國安團隊 到底哪個地方失能啊 我舉兩個例子給觀眾參考一下 為什麼陸委會你會在臉書上 講那個屋裡頭的笑話給大家聽啊 什麼小熊什麼門 兩岸什麼門 小熊大熊兩岸什麼門啊 你這個是代表什麼耶 第二個外交部你的護照出錯 李大維公開講了 這是我們外交部精英主義在作稅 好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麼混亂 不是小英的該負擔 小英你是個態度問題 你底下該換的人你就要換 不換這批人永遠在這裡做壞啦 今天為什麼要談這個事情 因為你教育已經完蛋嘛 你高等教育如果還這樣子搞下 今天台大如果是私立學校 我一句話都不講 你今天是國立的大型 台灣最高學府 而且博士最多的 你用人民多少納稅錢 你的校產到底有多少 李婉妍你追追看看 台灣大學校產有多少 你以為大家搶那個幹什麼啊 你去追追看 土地有多少 結果今天搞出這樣的把戲出來 我們還想在教育界好好在奮鬥嗎 不大可能啦 多少博士都已經分心不願回來了 多少教育界的人都放棄了 中原業被把持 台灣大學再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還有希望 我們下一代有希望嗎 是好 但是今天的國民黨中常委 楊老師 這些中常委在聲援馬英九 馬英九自己講很多 包括今天周刊說官司禪勝的 他決定要率子弟兵 在著新軍突圍 年底選戰 馬將再起 那楊老師你的觀察是什麼 往蔣經國的那個年代去緬懷 那個是不接地氣的 那個不是朝向未來的 那個對於現在的年輕人 對於現在台灣的主流社會 它沒有沒有連結力的 對不對 他仍然在想辦法讓蔣經國的政績 跟他本人能夠連結在一起 可是對於年輕人來講 那個十大建設已經根本不是 跟現在有關的 它連結不上的 你跟蔣經國 蔣經國跟整個國民黨連結起來 還是威權時代 對 他並沒有辦法連結成一個 民主自由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相信這不是吳敦義主動的 這是馬恩就說 我想要講吳敦義 沒辦法去來 馬要求吳敦義安排他就自主來了 這吳敦義也是啞巴 美國和南韓不斷舉行軍事演習 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對北韓進行 專手行動 日前有專家分析 一旦美軍對北韓開戰 中國很有可能會趁機對台發動戰爭 加拿大軍事專家Michael Cole撰文表示 一旦美國決定和北韓開戰 將會無力兼顧台灣海峽 換句話說 與其和平壤一起對抗 美國發起的毀滅性軍事打擊 北京會選擇發起自己的軍事行動 攻擊台灣 中國對付美國的航母是有其他的辦法 我們主要是用核潛艇 特別是另外還有火箭軍的導彈 這是中國對美國航母的殺手鐵裝備 然而這樣的說法 卻被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Richard Bush 他在一場研討會後表示 中國一次只能處理一個大危機 萬一美國真的對北韓開戰 處理都來不及了 不會給自己另找麻煩 華府智庫Michael O'Hanlon也認為 一旦美國開打北韓 將完全不影響對台灣的軍事協助 然而不論外界怎麼看 台灣自己做好準備 才能面對未來的各種可能性 他就自嘴來了 這吳敦一也是啞巴虧 可是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選舉效應 國民黨的大戰略嗎 從牢基法的修法 這個沒有戰略 暗海戰略 又提案 然後又撤案 然後馬家軍要再選 其實都輸掉了 沒有 我說在立法院 國民黨可能都輸掉了 國民黨人都輸掉了 他們暗海根本 結果民進黨又一個再修正案 就全部瓦解掉了 所以那個其實 我們先不講黨才 國民黨來講其實策略是很糟的 其實2018年 國民黨的選舉 我不認為有所謂什麼 馬家軍要出來選 假如那個時候的選舉 記不記得那個馬在位 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的潛力最高的時候 那時候大哥不願意跟他站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有年輕人願意出來選 對這個政黨還是有好處 對 那所以呢 前幾年呢 票全部都會支持國民黨 跟所謂的時代力量 是這樣子嗎 從一場修法當中 您看出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效應呢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心腸架 我們待會兒拜拜